台北市一名28岁男子,今天上午10点,驾车行进新电安新路及祥和路口,准备上家道返回台北市住处,突然一辆白色兵师跨越曹化现超车,男子名喇叭示警,对方竟在快速道路上停下,并下车对空名墙,车主当场下傻,事后反家把行车记录器PO上论坛,引起网友热烈讨论。 根据保安男子PO网的行车记录器画面,当时兵士车没有排队,突然跨越曹化现从右侧,硬切入车道,车主紧急刹车并按喇叭,没想到对方突然把车停在路中央,下车呛巴三小,对空开了一枪后就离去,男子事后报案。 报案的男子在论坛中表示,报了案,虽然警察说不能将这影片放到网路上,但我严重怀疑是否被吃案,并质疑警方为何只能以防害自由方向办案。 引发网友热烈讨论,辖区安汉派出所也上网澄清,目前积极侦办中反驳警察出案,男子才有更新帖文,请各位不要再骂远警,警察也有花了近一个小时积极对我做笔录。 新电警表示,根据车牌追踪确认冰市车位租赁车,以汉车行取得联系,追查租居人身份,但因行车记录器没有声音,无法从画面判断是否为争枪,现场也无弹壳,目前仅能以防害自由方向侦办。 冰市车硬切超车,备按喇叭后不爽下车呛声,车上还有人开枪,记者将孟谦翻射,分享。